一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碧露蓝绿不懈努力。 考古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 考古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灿烂成就。 考古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时间因世界而被迎接,历史因考古而不断延伸。 回望2021,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百万年来,我们的先民时常仰望星空, 盼寻过去,遥想未来,寻觅四十招目的足迹。 自从有了考古,我们学会了从地层的更深处,寻找答案。 日轨转动,时光流转,历史的轴线不断延伸。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回望2021, 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特别节目。 2021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这一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同时呢,2021年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网络端重磅发布了 2021年度国内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引发了网友们广泛的关注。 哪些新闻会获此殊荣? 这些新闻又该如何解读?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梳理。 经过层层选拔, 在2021年众多的考古新闻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会是哪件大事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第一条是。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 2021年10月17日, 养韶文化发现即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隆重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大会发来贺信。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几代考古人毕露蓝旅不懈努力, 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 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为更好认识远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毕露蓝旅不懈努力, 这正是对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的真实写照。 那么一百年前, 现代考古学是如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 去领略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百年华章。 考古是一场沟通古今的对话。 今天我们就借助这一个个美丽的彩桃, 回溯历史, 开启一场跨越七千年的文明寻根之旅。 我手里拿的这是一件养勺文化的彩桃复制品。 彩桃之花就是文明之花, 这是史前中国最优美的记忆。 而在数千年后的今天, 他带领着我们用考古去触摸文明。 此刻我站在黄河岸边的河南养韶村。 1921年, 中国现代考古学就是从这里发端。 黄土高原, 沟河纵横, 时间以地层的方式在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来自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 以及中国的地质学家袁富里等人, 就是在这样的黄土地当中不断地勘探寻找。 诶, 这是什么? 一样东西的出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 彩桃。 细腻的材质, 精美的花纹。 他们震惊于眼前的伪力, 猜测这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史前文化。 随后, 大量的陶器、石器、古器在这里接连出土。 考古学家就把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这一时期的史前文化 命名为了养勺文化。 从此, 中国人开始用考古学的方式来追溯中华文明。 一百年过去了, 养勺村遗址旧冒换新研, 开始了第四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我脚下就是这次发掘的这些探方。 风雨兼程, 上下求索, 考古学教我们向历史的更深处眺望。 也许七千年前的养勺先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林间有大象穿梭, 还有小鹿在跳跃。 天上飞鸟翱翔, 万物自由生长。 大自然赋予了养勺人无穷的创造力。 他们将自己对世间万物的观察, 凝炼在心间, 勾勒在笔下。 微风吹过, 养勺之花即将在更广袤的大地上绽放。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王伟老师。 欢迎您,王老师。 你好,你好。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 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王老师,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 这一百年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形容。 第一个呢, 毕露蓝绿,艰辛历长。 我们看百年的时候, 确实是从弱到强, 从小到大, 从不为人所知道, 为观众所关注。 感触很深。 几代考古人, 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考古。 第二呢, 就是成果辉煌。 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 至少距近二百万年前, 中华大地已经有人类生活, 然后继续万年左右, 南方长江中下游发明了稻作, 中国的华北地区发生了素数的栽培。 继续九千年左右, 家族的饲养, 酒的发明。 然后八千多年前, 这个独木舟的发明。 一系列的重要的发现, 可以说是对人类文明, 对世界文明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一百年, 那站在一百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上, 我们再来回答这个基础性的问题。 考古学的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用实物资料来复原历史。 然后如果细说的话呢, 一个是正史, 正史历史文献的记载, 一个是补史, 大量的是补充历史文件所没有记载的。 还有一个呢, 有些是旧史, 纠正历史文献当中记载的某些六五。 为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信, 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资料的支撑。 所以说, 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这条新闻, 无疑是值得浓墨书写的一件大事。 接下来这条新闻,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2021年度, 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二条。 四川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 自1929年发现以来, 几代考古人对它进行了多次发掘。 1986年, 考古人员在三星堆发现了一号二号祭祀坑, 出土了上千件珍贵的文物。 首次亮相便震惊了世界。 35年之后, 2021年, 新一轮的大规模发掘正在三星堆进行。 上百位考古人员对六座新发现的祭祀坑, 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考古发掘。 象牙, 青铜, 金气, 玉气。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 一件件萌物破土而出。 神秘的三星堆再次苏醒。 从35年前的一醒惊天下, 到如今的再醒惊天下, 三星堆以它独特的魅力震惊了世人。 三星堆2021年新的发掘,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冉洪林老师, 为您精彩讲述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大家好, 我是刚从三星堆坑里边新鲜出炉的冉洪林。 今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着遗址里边的六个坑打转。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和二号坑。 去年我们在这两个坑中间新发现了六座坑, 也就是三号坑到八号坑。 坑里边的文物呢, 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了, 非常的脆弱。 所以我们一改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方式, 动用了不少高科技手段, 对这些文物像孩子一般细心地呵护。 我们首先在发掘区搭建了约两千平方米的保护大棚。 它集多种功能一一身, 可以为考古工作遮风避雨。 在大棚内, 我们还在六个坑上面搭建了四座封闭透明, 而又横温横湿的考古发掘舱。 紧挨着发掘舱的东北侧, 是一座面积约150平米乘L型的建筑。 它实际上是出土文物的急诊科。 所以这一切相当于把露天的发掘现场整个搬到了功能齐全的实验室里, 实现了从发掘到保护的一条龙服务。 如此全面系统的新尝试, 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界上述第一次。 过去这一年有了新方法和新科技的加持, 我们也有了不少新的发现。 在三号坑里边出土了一件新的青铜大面具。 它整个宽度有130厘米,高度接近75厘米。 是比1986年发掘的二号坑里边出土的纵木面具和青铜大面具还要大。 是三一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件青铜面具。 三号坑里边还出土了一件金面罩。 刚出土的时候它是拧巴在一起揉成一团的, 看不出来它的庐山真面目。 经过文宝修复人员一周的整形还原之后, 才发现它是一件比我的脸还要大的, 就传说中的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那种金面罩。 这也是三星堆至今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金面罩。 这两件最大的青铜器也是三号坑出土的。 这一件叫大口尊,高度超过70厘米, 是六个坑里边最早确认的一件青铜器。 这一件是圆口方尊,高度45厘米, 它的口部呈圆形,身子是方形的。 这种造型在目前的国内比较少见。 在四号坑里边我们发现了这种扭头柜座同仁像, 而且一出都是三胞胎, 也是同时出了三件。 形质特征比较一致的。 它们的手整体都是偏向于身体的左侧, 大概是这样一个手势。 然后头偏向于身体的右侧, 所以整体形成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下半身是一个跪坐的状态。 这样的器物在三星堆还是首次发现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器物整体转到侧面来看的话, 会发现它的手其实没有完全合拢, 而是留了一个缝隙。 那这个缝隙就起着一个卡槽的作用, 可以托举重物。 这是五号坑发现的一件金箔饰片。 可以看到它整个有点像一只鸟, 但是也有人认为它的上半身像人一样, 那下半身才是鸟的身子和尾巴。 不过现在我们都暂时称之为鸟形金饰片。 这件鸟形金饰片它有30厘米长, 但是它的厚度只有0.12毫米, 只比我们的头发丝要稍微厚那么一点。 所以它很可能跟金面罩类似, 都是贴附在其他器物上做装饰用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文物只是六个坑里边出土的很小, 那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三鹰堆过去发现的宝贝们, 和我们一起来一张全家福吧。 从1934年, 三鹰堆首次发掘开始至今, 我们总共在遗址里边开展了40多次考古发掘, 但是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 总共只占了遗址发掘面积的千分之二, 可以说是冰山一角。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 三星堆肯定还会持续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谢谢然老师精彩的解读。 王老师,您是如何来解读35年之后, 这次新的考古发现呢? 我觉得第二次重大的发现, 在很多层面上跟35年前是非常不一样。 86年我记得我也就去过, 那发掘的条件相当相当的艰苦。 现在高大上,大棚,横文横式的方舱, 这都是我们想都没有敢想的。 现在总师记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我觉得三星堆新的发掘, 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典范。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已经不仅仅是考古学界的事情, 它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 您怎么来理解? 我觉得从这个三星堆的现象也可以说明, 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第一是博大精深, 丰富多彩, 还有呢就是引人入胜。 这个三星堆之所以这么火, 它的神秘性, 它包含内容的丰富, 以及跟每个人都有自己遐想的空间。 这个是很多其他高古发掘所不可比拟的。 我非常欢迎大家来参与到三星堆, 参与到中国考古或者中华传统文化的解读。 感谢王老师精彩的点评。 考古有正史不是究实的功能。 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条重磅新闻, 正与此相关。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三条。 陕西西安太平遗址重要考古发现。 太平遗址是一处大型的黄豪聚落遗址。 2021年9月28日,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太平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正式对外公布, 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太平遗址于2021年3月正式发掘。 截止到目前, 已完成考古勘探面积约40多万平方米, 发掘面积约3900平方米。 发现壕沟、灰坑等重要遗址200余处。 出土、陶器、骨器、玉器等各类文物一千余件。 碳十四测年显示, 太平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4150到3700年, 进入下代纪念范围。 这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大型遗址。 为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考古依据。 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邀请到了陕西太平遗址考古的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王小庆老师。 他会在遗址区等着我们。 接下来, 我将会和王老师一起去探秘太平遗址考古现场。 王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运用3D的技术来合成的 太平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 非常的震撼。 这也是第一次在镜头前为大家来呈现。 当然, 对于王老师来讲, 这里的一切您一定非常熟悉了。 是非常熟悉。 所以, 你看我刚才看的都有点走势儿了。 那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看, 有方形的圆形的坑, 这些都是什么呀? 这些方形的坑呢, 我们叫探方, 是我们有意规划出来的。 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一个实验室工作间。 大家看到这个圆形的坑呢, 就是我们在现场清理出来的, 古代人类生活遗留下来的遗迹。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走进探方去一探究竟。 我们现在就已经下到了探方当中, 但是, 为什么这个探方看起来好像一个壕沟的样子? 对, 这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的, 在太平遗址发现的环壕聚落中, 环壕的一段。 什么是环壕?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护城河。 它是对这个聚落遗址进行防护的一项措施。 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啊。 对, 我们测算了一下, 这条壕沟呢, 它的口部宽度15米, 底部宽度有10米, 深度在5米左右。 修建这条壕沟需要移动的土方量呢, 是21,250立方土。 那么在当时呢, 人类没有任何机械化的设备。 修建这条壕沟呢, 我们折算了一下, 需要100个人的劳动团队, 要连续工作一个月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在这样的数字的背后, 它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个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 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些基本的特征。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在我们身后的探方的壁上有一条一条的线很明显。 然后我看还有这个数字的标志,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考古学中最基本的地层。 那么从上到下, 从最晚的地层到最老的地层, 一层一层的, 我们根据它的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 把它划分出来。 这些编号就是我们给的地层取的名字。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探方里面,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就阅读出了如此之多的历史的信息。 是啊, 所以我们考古工作也可以说在识读一本无字的天书。 那接下来我们要到另外一个探方里去一探究竟了。 我们现在又下到了另外一个探方里。 王老师, 这个探方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圆形的结构。 这是我们在这一个探方里清理出来的一个灰坑。 它一般口径大概有两到三米, 底径有十米左右, 深度是三到五米。 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灰坑内部的结构, 我们把它做了一些适当的放大和变形。 那灰坑是什么? 灰坑实际上就是古代人类生活的一个储藏坑。 它储存各类生活物资。 那么在废弃之后就变成了垃圾坑, 保存着当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各种信息。 我注意到在这个洞壁上,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有很多黑色的点, 这个是什么? 你观察来真够仔细的。 这是当时人类生活留下来的痕迹, 叫烟胎。 这表明当时在这个坑里头肯定发生过烟熏的行为。 但是至于这种烟熏行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和同时在有讨论。 说可能是加工食物, 还是为了驱赶蚊虫, 还是为了防潮取暖。 我们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那太平遗址还有哪些有趣的精彩的发现呢?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地表。 那接下来邀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太平遗址有哪些重要的考古发现。 我们太平遗址一年的考古工作, 除了刚才介绍的以外, 还出了几多重要的文物标本。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二排中间这一件, 是我们在太平遗址发现最重要的一件文物,陶陵。 它是古代人用来礼乐制度的一项重要见证。 这件陶陵呢发现的很少, 目前呢只是在山西陶寺遗址, 和被认为是下代早期都城的河南新寨遗址有所发现。 所以在我们太平遗址陶陵的发现呢, 也足以证明太平遗址是一个高等级的中心聚落遗址。 下面是什么? 下面呢, 这几件呢是玉器。 而且我们在太平遗址呢, 除了我们展示的这几件玉器之外, 还发现有制作玉器的预料, 有玉器制作过程中的副产品, 形成了一个玉器生产完整的操作链, 表明当时太平遗址一定有玉器做法的存在。 到目前为止太平遗址的这些考古学的发现, 能够为我们解读出来怎样的信息? 目前太平遗址的发现, 足以表明太平遗址是一个高等级的中心性的聚落遗址。 它汇集了东南西北四方的文化因素, 奠定了我们关中盆地周勤汉唐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 同时最重要的是它填补了我们关中地区夏商时期 大型中心聚落遗址的空白。 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连续发展, 从未断裂的互代文明。 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解读。 也谢谢您和您的同事们辛勤的工作。 好,谢谢。 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来看一看十大考古新闻。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第四条。 西沙水下考古取得新进展。 西沙群岛是南海四大群岛之一,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为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好, 南海水下文化遗产,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学术研究。 1996年,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对西沙群岛开展了 首次水下考古调查。 自此以后,西沙群岛海域的水下考古工作 进入了新的飞速发展的阶段。 2021年,水下考古工作者开展了 十与二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钻探视觉和华光礁海域误探调查。 采集出水了一批景德镇窑生产的原代青花瓷器。 这些陶瓷器对于研究原代晚期、海外贸易货品种类、瓷器外销, 以及航线航路等课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通过水下考古调查和发掘, 我们目前在西沙群岛海域已经发现了大概有106处水下文化遗址。 然后这其中大概有47处是沉船遗址。 然后59处是水下遗物点。 这些水下文化遗址基本上覆盖了西沙群岛大部分岛礁的前海域。 发现了这些水下文化遗址的话, 与我国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繁荣兴盛的周期, 还是比较稳合的。 时针我国就是最晚, 从五代开始已经开辟和形成了途经西沙群岛的南海, 就是离岸远洋航行的这种路线。 这些水下遗物种类丰富。 有陶瓷器、定石、石构件、铁炮、铜钳、 玻璃器、象牙等。 为造船史、航海史、外销池、海外贸易、移民史, 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极大丰富了南海历史文化内涵。 是我国先民经略南海的重要证据, 充分体现了我国在西沙群岛海域从事海洋活动的悠久历史。 为维护捍卫我国海洋权益和领土完整, 提供了最直接的物证。 文明演变, 王朝兴衰都掩埋在厚厚的地层当中等待着被发现的那一刻。 就像青铜时代的巅峰商王朝正是借助考古才从史籍的记载走向了历史的真实。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商王朝的国都殷,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市小屯村一带。 三千多年前,商人在这里聚足而居,聚足而葬。 他们自豪地称自己的王都为大义商。 我身后的这座宫殿规模宏大,设计精巧。 它建在了一米多高的台积上。 我们是不是从中能看到一些中国古建筑不断传承的文化基因呢? 大家看,有人驾着马车过来了。 当时的马车呀很宽,有两米多宽,还配有精美的铜车马具。 你看高头大马,马也漂亮,车也漂亮,马车夫的服装都很鲜艳。 除了这些,其实商王朝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 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与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是一脉相承。 商人敬天礼神,无论遇到什么事,他们都会用占卜的方式向上天祈求遇事。 他们将最终的结果契刻在了甲骨上。 然而几千年之后,这些骨头上的文字成为了我们了解商朝历史的一把钥匙。 考古出土文字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历史信息。 在2021年的考古工作中,就有这样一个新的发现。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五条。 湖北云梦出土,中华第一长文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罗运斌。 是这个云梦正下服务的考古发掘负责人。 现在我们就在发掘这个考古现场。 云梦正下活务地,为云梦的城关镇。 2021年9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对这个正下活务地的11区进行发掘。 发掘墓长有108座。 做了文物,有八百多件号。 我们有一个编号M274的小墓里面,做了一些墓窟。 这一前面,就是我们编号M274的小墓。 今年9月23号的上午,我们工作人员在清理流香这个过程中, 发现有一堆小型的木头。 在我们整个发掘的工作方案中,我们理解了工作的预案。 所有的这种木头,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在工地, 必须仔细地观察,看上面有没有文字。 这大量的小木头都进行了清洗。 发现有些上面,云云也有一点的字。 在用这个澎湖冲洗之后,发现这个文字啊,特别的清晰。 意义很重大,我们立马就送到青州文保中心,在那里进行保护、处理。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中华第三木窟的一个保护的线上。 这个木窟啊,是剪毒的一个品种。 它一般的断面是一个多面体,或者叫多能体。 一般是三个面以上。 每个面上可以写一行文字。 我们这些木窟的话,也特殊,它是由一阶原木啊。 地泡,半分而成,就是一个半圆形的。 底面呢,是一个平面。 正面的话,标志就有七个能面。 每个能面宽度是0.5到0.6厘米。 每行呢,写了五十多个字。 整个孤文上面呢,有接近几百位字。 是这个名副吉时的中华第一张文窟。 这个木窟上面呢,它主要记载的一个利用是这个战国后期啊, 东方一个谋士,它叫图,它叫游说秦王。 希望秦王能够请兵利益,停止战争,能够安居乐业。 孤文记载的事件,像我们展示了一幅战国后期, 东方国家语情,对视,争渡,窝写的这种历史画面。 为我们认识当时的这种历史史实啊, 还有这种政治关系啊,也提供了很关键的材料。 这一次出现了有文书的木窟,这已经是中国第一场的木窟, 跟了战国车相类似。 但是它这个是在整个我们的过去的文献记载里面所没有的, 也是考古上第一次发现,这是泥珠珍贵的。 有人说,考古就像是去打开一颗仙人留下的时间胶囊。 没有打开的时候,你永远想象不到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六条。 西藏自治区考古七十年获得多项成就。 西藏在人们心中一直是古老而又神秘的地方。 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 在几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努力下, 通过七十年的科学考古, 逐渐发现了西藏文明的脉络。 西藏考古实际上比较正规的考古的发掘是从七十年代末, 就是在西藏东部卡洛遗址的发掘作为重要的一个标志。 另外我们在阿里地区, 杭尔县的古鲁甲墓地就出土了这个丝织品。 这个丝绸上面出现了汉字, 王侯两字。 2018年, 考古学家在西藏史前考古中获得多项重大发现。 其中位于西藏西部最早的史前遗址, 下达错遗址, 发现了八千多年前青藏高原最早的摩制石针。 位于日喀泽康马县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 湖滨渔猎猎文化遗址, 马不错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 鱼类骨块和石器组合, 展现出一幅史前高原的渔业土。 位于阿里地区扎达县桑达龙果墓地, 出土了七件金银面饰和五件青藏高原的墓用。 如此之多遗址遗迹和出土文物的发现, 似乎在告诉我们, 西藏地区的人类文明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然而, 考古总是能给人带来意外和惊喜。 2018年,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 在藏北枪塘高原发现一处 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尼阿底遗址, 证实古人在三万至四万年前 已踏足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 在世界污井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西石器时代, 都证明了西藏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 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历史未知等待着我们去探寻。 一个更加真实的西藏等着我们去发现。 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专家 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魏坚教授。 魏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 刚刚通过短片我们看到了西藏考古70年 收获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那这些对于我们认识西藏会产生怎样的意义呢? 西藏和平解放70年了。 在这70年当中西藏的考古事业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过去的西藏的研究主要在藏学方面。 而藏学其实往往依赖于文献。 而考古学的介入是藏学的研究, 应该说开辟这个全新的世界。 早年我们发现了皮昂东岚一支, 那是属于吐蕃时期的大型的亡灵, 风土地, 而且现在统计据说已经有三千多座墓葬的发现。 这些年特别是很多这个考古机构的介入, 那么西藏的考古发现已经是, 不是像当年那样从广是一个简单的藏学, 也就是现在是我们要重建西藏的史前史。 或者重构, 让西藏的史前史, 让它明晰起来。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想慢慢的我们会有更加重要的发现, 更加明晰的一条线路。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充满着期待。 是的,是的。 这些意义非凡的发现, 对于我们对这片雪域高原的认知, 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华这块土地, 最早我们叫华夏。 啥叫华夏? 华,关中,夏,中原。 那么华夏这块地方就那么大一块地方, 而今天的中华多大呀? 960万。 这么大一块地方怎么得来呢? 不断地从中原向周边滚雪球般的发展起来的。 这样一种发展, 才有了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 而这个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元一体的。 有了这个多元一体, 有了这个民族, 是一种文明产生的这种国度。 那么这种国度就要像一种共同体的意识。 所以现在这个发现我认为, 包括像这两年新疆内蒙古的发现, 加上现在西藏的非数的考古发现, 这些东西让我们对共同体意识这种形成的过程,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所以魏教授您的解读也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到说, 边疆考古它的非凡的意义所在。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解读和点评。 谢谢。 谢谢。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七条。 山西远取北白俄东周墓地取得重要考古成果。 2021年4月, 一条名为山西出土2700年前猫爪金士的消息, 一经推出就成了网络热议的话题。 新闻的主角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展出的五件金器。 因为造型酷似猫爪, 小巧可爱, 网友称它们为最萌萌物。 这五件金器全部出自位于山西省元曲县的北白俄墓地。 2020年, 考古学家在这里对九座东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中出土各类文物五百余件, 其中仅青铜锂器就有140多件。 更令考古人员兴奋的是, 五十九件铜器上都著有名文。 结合名文文献与实物证据, 考古人员判断, 北白俄墓地的主人可能正是周朝宗室元老, 历史重要人物少宫氏的后代。 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紧密勾连。 这件精致小巧的青铜盒出土于四号墓葬。 在盒盖内部,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红色残留物。 对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后, 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检测表明, 铜盒内是以油脂、植物精油、 珠砂以及方解石为主要成分的化妆品, 具有美白和润肤的双重功效。 在一号墓中, 除了外形酷似猫爪的金饰品,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密封状态良好的青铜壶。 打开之后, 壶内残留有透明的液体。 检测结果显示, 残留物竟然是2000多年前国酒的遗存, 在当时可能供贵族饮用。 首次从食物角度填补了先秦国酒的历史空白。 为研究我国酿酒技术的发展历程, 及酿酒工业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小毛爪化妆盒, 山西北白俄墓地的发现给严谨的考古学, 带来了一些温情和可爱。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八条。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被证实为汉文帝霸凌。 2021年12月14日, 一则考古新闻登上了网络头条。 位于陕西西安白鲁园的江村大墓, 被确认为是汉文帝刘恒的霸凌。 时间回到2001年, 在陕西西安霸桥区的江村附近, 盗墓者从一座西汉时期的墓葬中, 导出了上百件精美文物。 其中的六件陶涌甚至流出海外, 出现在大洋彼岸的拍卖会上。 案件侦破后, 陶谷人员对墓葬进行了持续的勘探和调查。 结果令所有人震惊。 整座墓葬有四条墓道, 呈现出高规格的亚字形。 墓室边长超过70米, 深度约30米, 周围还有一百一十多座外藏坑。 该墓葬与汉文帝皇后、 窦皇后之陵相距仅800米, 并同处一个大陵园内。 它的墓葬形质是顶级的配置, 当时按这个级别的话是最高等级。 在汉代的时候, 都是皇帝皇后才能用的形质。 江村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历经多年的研究与论证, 谜底终于揭晓。 江村大墓正是汉朝第三位皇帝, 汉文帝刘恒的陵墓, 霸灵。 在此之前, 根据元代以来的记载, 人们普遍认为霸灵位于一处名叫凤凰嘴的地方。 这一次的考古新发现, 可以说纠正了一个流传近千年的错误认识。 看文帝霸灵的发现, 对我们经过下一步的更多的工作, 来解读他那时所创造的, 提出的国家至上这个思想。 解读文景时期, 如何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一个证据, 物证。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到特别高兴, 特别重要的一次发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目光投注到浙江, 来看一看另外一个考古新发现。 2021年度, 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第九条。 浙江渠州发现, 疑似西州孤灭国亡灵。 2021年, 一条来自浙江渠州的新闻引发了关注。 人们很可能发现了大约三千年前的古老王国, 孤灭国的亡灵。 历史上, 关于孤灭国的记载少之又少, 他的神秘面纱很可能就此揭开。 2018年至2021年, 考古人员对位于渠州市渠江区, 庙尖山唐陵少村和孟江村的四座西州早期土敦墓, 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土敦墓是一种在地上堆住土敦, 在顶部挖造墓穴的墓葬形式。 一般来说, 土敦直径在三十米左右的, 就可称为大型土敦墓。 位于孟江村的三号墓残留下的土敦直径, 却有大约七十米, 堪称土敦墓中的巨无霸。 它整体的占地面积可能要将近五千平, 或者说四千多平。 应该是我们发掘了这么多土敦墓里面, 规模最大的。 在孟江村一号墓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我国年代最古老的人字形墓果。 果是套在关外的墓葬结构。 在对四座土敦墓的清理发掘中, 出土了数百件珍贵的萌物。 其中最令人惊叹的, 还是这些精美的原始瓷器。 原始瓷器是由陶器向瓷器进化过程中的过渡产物, 是古代生产技术飞跃的里程碑。 从目前的发现的话, 这片延始瓷器呢, 确实是代表了我们西周瓷器, 制作工艺啊、 气型啊, 都来说都是一个最高等级的东西了。 在庙尖山土敦墓中, 还出土了成套的青铜车马器。 在古代, 马车是等级身份的象征, 车马器多建于商周时期的贵族墓葬。 这是考古人员第一次在浙江的土敦墓中, 发现西周时期的车马器。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渠江地区就陆续发现过多座西周时期的土敦墓。 结合本次的新发现与文献记载, 专家判断, 这处分布于渠江的西周土敦墓群, 极有可能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神秘古国, 孤灭国的亡灵。 我们继续有请出王伟老师。 然后三个墓葬成品字形。 然后重要的是它这个官果的制度是仁字果, 像乌己那样搭的。 这种仁字果在绍兴印山是岳王陵的等级。 所以表明原来这种仁字果的制度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已经出现了。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惊人的发现? 还有就是出土了非常多的玉器。 大家都知道梁祖,是吧? 5200年到4500年期间, 长军下游曾经是一个玉器非常发达的时期, 后来好像中断了。 但是我们在这看到它的玉做的制度, 对玉器的重视, 到了西周时期仍然是在延续。 这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 也是百月考古的重要突破。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便是五千年前的水乡泽国梁祖。 这里不仅微蕊扶摇水波炼焰, 这里还有最美的玉, 最大的城, 以及最早的水坝。 梁祖最美的玉, 就曾经在这片叫做返山的地方, 沉睡了有五千多年。 直到1986年的一次考古发掘, 才将它们从睡梦当中唤醒。 这一片曲, 就是梁祖的高等级贵族墓地, 也叫返山亡陵。 这片亡陵出土的器部啊, 百分之九十都是玉器。 尤其是这座墓,M12, 就十二号大墓, 等级最高。 大名鼎鼎的, 你像玉丛王, 玉岳王等等, 都是从这里横空出世的。 大家看啊, 这些可都是象征着神权, 君权, 王权的重器啊。 因此考古学家认为啊, 这个十二号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当年的梁祖王。 这一件, 就是玉丛王, 重达六点五千克。 这上面呢, 刻有八个神灰, 就是那个神人寿面纹。 这个神灰刻的有多细致, 大家知道吗? 我给你好好说说啊。 大家看, 这是放大了的神灰。 这个神灰啊, 在一毫米的宽度内, 您听好了, 一毫米, 一毫米之内刻有五六根线。 这堪比今天的微雕啊, 拥有这件器物的人, 即可驾骑神兽, 穿越凡尘, 直通九天。 除了最美的玉, 梁祖王还发现了当年最大的城。 整个城呢, 由宫殿区, 内城, 外城, 三重结构组成。 总面积达到6.3平方千米。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梁祖古城的中心宫殿区, 墨角山。 当年, 这里可是宫殿林立, 气势灰弘啊。 梁祖古城可不是一般的城, 这是一座水城。 梁祖的仙民们住在水城里, 你住在堤坝上, 看竹筏摇曳, 浮衣细水, 这是何等惬意的事啊。 不过,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 就是梁祖古城的这些水, 到底是来自哪里呢? 考古专家呀, 给出了完美的答案。 他们在梁祖古城北面的那个山上, 发现了梁祖先人修建的, 用来排涝续水灌溉运输的, 十一条水坝。 可以说这是我国迄今为止, 发现的最早的水利系统, 比大雨治水还要早上一千年。 这里的一切一切都告诉我们, 在五千多年前, 这里曾经真实地存在过一个, 气势恢弘, 霞鸣御婴的神王之国。 但如果没有考古, 我们对此便一无所知。 正如片中所讲,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 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离不开考古的时政。 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年就有一个项目成功深移。 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第十条。 福建泉州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2021年7月25日,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福州召开。 大会审议通过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 一致决定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的环境和空间构成。 这一系列遗产, 记载着宋元时期泉州令人瞩目的繁荣与成就。 它是世界海洋贸易引擎型港口的杰出范例, 具有产运销功能高度整合的区域一体化空间结构, 以及中外风格多元繪萃的聚落景观, 展现出宋元中国农业文明与世界海洋商业文明间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交流。 不关键,��家一文明的作品, 前面的故事和风格。 葱音乐宣传来自苍与文化发展交流。 中国海洋商业文化发展交流, 业状,并且明天的信念。 大家好 我是丁熙 我把泉州的故事 讲给你听 大海一直是我 最向往的地方 我在上海出生 小时候 最喜欢做的一件事 就是站在黄浦江边 看来来往往的船只 我总是在想 这些船究竟 要开到哪里去呢 有一次就飞缠着家人 去港口寻个究竟 可看着茫茫无际的大海 心里就更糊涂了 这大海无边无际 哪里有路啊 后来我读了 马可波罗游记 了解到中国有一个 举世文明的港口 叫做赤铜 那里啊 街头巷尾都开满了 火红火红的赤铜花 它就是今天的福建泉州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我们都知道海上丝绸之路 兴起于秦汉 繁荣于宋元 到宋元时期 泉州凭借其四湾十六港 以基身为东方第一大港 无数满软在中国瓶器 丝绸药品及茶叶的商船 从这里出发去往世界各地 最多的时候这里与一百多个国家 通商往来 仓官营里三周路 涨海声中万国商 说的就是宋代泉州海上贸易的繁忙景象 2021年7月25日 泉州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路 深移内容涉及古迹遗址多达22处 士博斯遗址是一处跨越近千年 续存385年的古海关遗址 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处古海关遗址 设立于宋代1087年 见证了泉州曾经的海上贸易繁荣 海上丝绸之路让泉州走向世界 也让世界走进了泉州 在这座古城里拥有近一百个大大小小的寺庙 可以说三部一庙 五部一堂 所以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 泉州就像一个原点 向世界发出无数条热情与包容的射线 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地 不同文化和平相处 共同发展 一千年前我们就已经做到了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不仅有丝绸之路 更有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感谢丁熙为我们深情讲述了 泉州深移的丰富内涵 泉州深移成功是中华文化又一次走向世界的见证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世界遗产已经有56处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 一起来点亮这56处世界遗产 一起来致敬过去激励未来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又在追寻着什么 整个人类的历史 其实就是一部漫长而艰辛的成长史 可以说 人类祖先迈出的每一步 都成为了我们无从知晓的谜题 直到有了考古学 我们拿到了开启过去的钥匙 我手中就有一把这样的钥匙 这是一件来自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石器复制品 我们的祖先就是用它来砍杂树木 或者是切割皮毛 还可以作为捕获猎物的武器 把它投掷出去 数十万年前 我们的先祖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风雨雷电 寒冬酷暑 更有猛兽团伺 随时可能遭受到致命的袭击 就像这只剑之虎 有多少人会命丧他的口中 着火了 恶劣的生存环境 磨砺了人类祖先 顽强坚韧 善于创造的品格 他们创造了石器 也学会了用火 他们以枝条作为燃料 在火塘上烤出了肉的芳香 火将温暖和光明带进了洞穴 使夜晚的猛兽不作非分之想 对于人类来说 火是珍贵的资产 是无边的力量 围着篝火 祖先们彼此倾听 交流 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社交圈 人类从你和我 从此就变成了我们 百万年之后 世界上各个族群的人们 都在寻找着 原谷祖先的踪迹 因为有了考古 我们得以在北京周口殿 发现了我们最早 最古老的祖先之一 那是在1929年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山洞里 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 发现了第一枚 北京原人的头盖骨 那么这枚头盖骨的发现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 与现代人相比 北京原人 就离我最近的 这是北京原人 他前额低平 稳步前突 身材矮小 寿命较短 他们的脑容量 您看 差不多在1088毫升 而现代人呢 中间这是现代人 脑容量差不多在 1400多毫升 黑猩猩 最边上是黑猩猩 只有300多毫升 有了考古学 可以说我们 不再是历史洪流中 茫然而不知来路的行者 回望人类祖先来时的路 粗笨的石器 微弱的火光 碧露蓝缕 道足且长 但最终 孕育出了 人类文明的 灿烂辉煌 其实 对于人类的起源 我们始终充满了好奇 那么 最新的考古发现 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新知呢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进入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为您介绍 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 一位是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高星研究员 欢迎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研究的领域呢 是旧石器时代 人类的演化 生存 技术 文化 欢迎您 另外一位呢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 理新伟研究员 欢迎您 大家好 我的研究方向是 中华文明的起源 最近几年 也在中美地区 做玛雅文明的研究 很高兴 能够有机会和大家 回顾世界重大考古新闻 好 欢迎两位老师 接下来就让我们 跟随两位专家 一起透过考古看世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第一条是 以色列发现 14万年前 人类化石 2021年6月 考古学家宣布 在以色列一个 古老的深坑中 发现了一些 距今约14万年 到12万年的 古人类化石 它们很可能 代表着一个 死前从未被发现过的 古人类群体 它们充分掌握了 打制石器的技术 能够用火 并保存活种 更令人惊奇的是 它们的骨骼形骇 介于欧洲古人种 尼安德特人 和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 早期智人之间 这为当时 不同古人种的 进化和相互交流 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高老师 就目前研究 发现的成果来看 这次新发现的 古人类 和我们今天的人类之间 会有某种联系吗 应该是有联系的 尼安德特人 是一个 特殊的一个人种 以前认为 它们彻底灭绝了 没有留下后代 但后来的研究发现 我们欧亚人身上 还有它们大概4% 到1%的基因流传 那么这项发现 揭示了就是 尼安德特人 他的身上 也有一部分 早期现代人的 体质特征 就说明不同地区 不同人群 它是有交流的 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更早的时期 就形成了 大家之间 都是互相包容 互相融合的 好 谢谢 越是远古的历史 越显得弥足珍贵 哪怕是小小的一片石器 也有可能改变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中国四川 发现皮洛 旧石器时代遗址 2021年4月 考古学家 开始在四川省 道成县 皮洛遗址 进行考古发掘 皮洛遗址 平均海拔达到 3750米 是一处罕见的 大型旧石器时代 旷野遗址 经过调查 遗址占地面积 约为100万平方米 距今13万年以上 皮洛遗址 拥有7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层 出土了近万件 石制品和用火遗迹 其中包括制作精美 两面对称平衡加工的 阿舍利柔斧 可以说 皮洛遗址 是迄今为止 青藏高原上 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 对于研究 早期人类迁徙 适应高海拔 极端环境等重大问题 提供了关键信息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考古发现 内容非常丰富 您认为它具有 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 我觉得可以 归纳出三个罪吧 一个就是 皮洛这次遗址 出土的这些石制品 它是目前东亚发现的 最典型的 阿舍利技术体系 阿舍利啊 它是人类技术 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一般的认为 它是在 一百七十万年 到二十万年之间 人类的一套技术组合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一点这样的标本 可能比较直观地看 什么是阿舍利文化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阿舍利时期 最有代表性的 这个工具呢 就是手辅 我手里拿的 这个是一个手辅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对称 两面加工 而有非常锋利的韧口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工具 可以进行切割 挖掘 肢解 狩猎 它是人类第一次 具有对称的概念 这可能具有一定的 美学或者艺术 它的价值 那么以前 在中国 在东亚 虽然有过零星的发现 但是因为 它并不是很典型 发现的数量也比较少 所以 有些学者就认为 东亚根本没有这套文化遗存 从皮洛遗址 发现 与这种阿舍利首辅 是一样的标本 这表明什么 以前的认为是错的 这就是考古学 要不断地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 那么第二罪呢 就是 它是目前发现在世界范围内 海拔最高的 阿舍利技术的遗存 它是在3700多米 那么第三点 我可以总结 就是 它是在青藏高原 目前发现的 保存最完好 地层与文化系列 最完整的 就是这时代遗址 在青藏高原 这种高海拔地区 是一个风化波式的地貌和环境 地层很难保留下来 但是这个遗址 有七个连续的地层 这是非常难得的 就像一部书 我们有一个篇章 完整地保留下来了 在那么早的时期 人类就开始了 对高海拔地区的开发 而且我们还知道 他们是后继有人的 5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们养勺文化的先民 他们就向西移动 到了甘青地区 然后他们也向高海拔前进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 旋转地球 寻找答案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摩洛哥发现12万年前 用于皮毛加工的 骨质工具 2021年9月 研究人员在摩洛哥的 一个洞穴中 发现了62件 用于加工和磨平 动物皮毛的骨质工具 经过检测 这些工具 大约在距今 12万年到9万年 它们的形状 与抹刀的形状 极为接近 这项发现 很有可能 将人类加工皮革的历史 追溯到12万年前 这条新闻引发了 大家极高的关注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 12万年前 就开始穿上衣服了 这处遗址啊 重要点就在于 它找到了目前为止 人类制作衣服的 最早的工具的证据 当然 它不见得代表人类 最早的衣服的证据 因为衣服 它用毛皮 有机制制成 它会降级 保存不下来 像这批骨器呢 会证明 它是当时人 来加工皮毛的工具 我们在后来 在新世纪时代 可能就会有 更多的证据 一方面是更多的工具 像有很精致的骨针啊 还有纺轮 我们知道 它是用于纺线的 证明他们的衣物 可能更精细 两位专家的解读 让一幅 旧世纪时代 人类生活的场景 在我们的眼前 活了起来 而活化历史场景 也是考古工作者 重要的工作之一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肯尼亚发现 7.8万年前 人类墓葬 2021年5月 考古学家公布 在肯尼亚的一处洞穴深处 发现了一座 距今约7.8万年的墓葬遗址 里面是一位 三岁儿童的遗骸 他的身体弯曲 朝右侧卧 膝盖全曲 靠近胸部 很可能是 安葬者 有意摆放的动作 这个墓坑 也有仔细 开掘的痕迹 表明当时的人类 已经有了 初步的 安葬意识 这处遗址 是迄今为止 在非洲发现的 最古老的人类墓葬 对了解当时 早期人类埋葬行为 有重要意义 这条新闻又引发了 我们极大的好奇心 考古学家是如何来证明 这是墓葬的 首先这个人骨 是否有序的摆放 另外 它有没有一个木坑 假如是随便扔的一具尸体 或者尸体可能会凌乱 所以像这个小孩的墓葬 当时有木坑 而且尸体是做过处理的 它这个是一种趋枝的方式 然后它上面盖的土 也是从洞穴高处 产下的土给覆盖上 那么这些技巧 都表明这是 有益的一个埋葬 证明这里是一处墓葬 它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很重要 就是生老病死 对死 对来世的这样的观念 我想这真的是人类的 这个思维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进步 表明他们这样的 思维的发展 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 可能一种发展 他们对死亡 对生命 有清楚的认知 对后世 可能有所期望 这可能就是一种 宗教的萌芽 考古学家 就像时间侦探一样 不断地寻找着历史 留给我们的蛛丝马迹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印度尼西亚 发现世界最古老的动物图画 考古学家 在印度尼西亚 苏拉威西岛 一个洞穴深处的岩壁上 发现了一幅野猪的图画 这幅画长1.36米 宽0.54米 用深红色 褶食颜料绘制 野猪头上长着两只脚 旁边还有两个人类的首印 通过测年 考古学家发现 这幅岩画竟然可以追溯到 距今约4.5万年以前 是目前发现的 世界上最古老的动物岩画 这样的岩画表达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们看到这张图上 是野猪 看看栩栩如生啊 那么人类当时是以野猪为狩猎的对象 大家知道野猪是一种凶猛的动物 你要把野猪给捕获杀死 是一种不容易的事情 这个首印为什么出现 代表着什么 我们并不清楚 也可能人类就是表明 我到这里来 我占有 也可能有这种意思 这幅壁画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啊 我们看到水牛后面 实际上是有些小人在追赶 而水牛的前面 是有一些人在设服 在埋伏在那儿 而这些人呢 看得不像人是吧 他是戴着面具 让这些猎物接近 他们好给他们杀死 所以这是一种明显的 就是人类想象认知 甚至宗教的萌芽 对艺术的向往 一直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虽然历经了千万年 但它仍然有直指人心的力量 那么下边这条新闻里 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呢 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埃及发现三千五百年前的 黄金之城 2021年4月 考古学家在埃及卢克所 发现了一座 约有三千五百年历史的 古城遗址 古城保存得极为完好 城内房屋的墙壁 几乎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是迄今为止 埃及发现的最大古城遗址 很可能是埃及最有作为的法老 阿蒙霍特普三世建造的黄金之城 这是埃及近一百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李老师 什么是黄金之城 这个城太重要了 而且反映的是 这个古埃及新王朝黄金时代的一个城址 并不是从这里发现黄金 对 并没有 目前为止 在这个城的发掘里还没有发现黄金 它的重要性在哪呢 因为它的所在地呢 就是很有名的埃及的古都叫迪比斯 现在叫卢克索 有这个古埃及最辉煌的神庙建筑 有大量的贵族的墓葬 还有特别有名的这个国王古 但是当时这个迪比斯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 王宫在哪 贵族 平民 他们生活的情况怎么样 这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发现 而且发现也很丰富 就好像旁背古城被埋下去一样 有很多的生活的细节 遗物非常的丰富 它是埃及古文化的黄金之城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黄金宝藏 所以这座城市遗址的发现 让我们今天的人可以穿越时空 回到埃及 对 确实是这样 那接下来这条新闻会带我们去到哪里呢 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中国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铸壁作坊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 但何时开始铸造制式化金属货币 一直未有确切的说法 2021年8月 考古学家表示 在河南省行阳市棺庄遗址 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建筑 窑纸等大量遗物 遗址中还出土了两枚空手部前臂 及大量铸壁逃犯 经检测 这里的铸壁生产 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40年 到公元前550年之间 这也使得棺庄遗址 成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铸壁作坊遗址 这条新闻是跟货币相关的 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看 货币本身的材质的发展 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对于货币的起源 有很多的讨论 我们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玉器 可能曾经有过货币的功能 后来还有的学者认为海贝 还有以后用铜或者用玉做的贝 可能也有这样的功能 真正最初出现的明确的 确认无疑的货币 还都是金属的货币 在古希腊地区或者安纳托雷亚地区 相当于我们春秋的时代 也出现了比较早的金币 我们这个铸壁作坊 它的一个重要性就是 通过这些遗物获得的碳化的小米 做出了很准确的特年 所以确立了它这一个 最早的铸壁作坊的这样一个地位 和关庄这个遗址发现的 同时代的货币的形质很多 我们今天也有几组道具 也请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那这些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各个不同国家的货币 春秋战国货币最初产生的时候 形式非常的多样 有这种币叫布币 一般认为可能是来自于一种 像铁仙一样的这样的生产的工具 还有这样的刀币也来自于工具 刀币在燕国和齐国非常的流行 还有一种币 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就这种圆形的方孔的钱 后来是最通行的 比较便于使用也便于携带 中间有一个方孔 还有一种是这种背币 这样的背币在当时的楚国 是最为流行 当然这是一个仿制品 人家楚国的这种背币 很多是用黄金来制作的 还有这样的货币 乙鼻钱 因为上面刻的脸的形象 有点像蚂蚁的脸 被称作乙鼻钱 也是楚国最流行的这样的一个货币 发现这个作坊的这个形阳 在当时可能是属于郑国 大家可能都知道郑国买东西的故事 郑人买铝 可以用它去买鞋 还有买毒还猪这些傻事 韩非子写的都是郑人做的 可见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 我们其实这个文明的商品经济 一直是相当发达的 从这条新闻可以看到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 来展示我们中华文明瑰宝的 重要的工作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 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考古学家在西班牙青铜时代遗址 阿尔莫洛亚发现了一个 距今3700年的椭圆形蚌棺藏 里面埋葬着一对夫妇的遗骸 经过调查 墓中的男性约30岁 带着金儿堵银戒指 女性大约20多岁 不但带着银耳坠 银镯子等饰品 头上还带着象征权力的银王冠 据推测 这一对夫妇很可能是 当时西班牙的早期国家社会 阿加里克的上层贵族 而且女性社会地位 可能高于男性 李老师 阿加里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这真的会是一位女王吗 这个墓呢 是处于当时西班牙的青铜时代 大概相当于我们的夏王朝到商王朝的这个时期 当然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热点 就是这个带着银制的王冠的这个女王 同样的王冠呢 一共发现过六枚 全都是带在女性的头上 对这个女性的这个人骨的仔细的研究呢 发现其实她生前有严重的这个肺病 所以是一个身体并不好 严重疾病影响的一个女性 但是呢她还受到这样的崇敬 她身边的就葬了一位男性 就应该是这个女王的伴侣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他们附近 发现了一个女婴的骸骨 通过古DNA的研究呢 发现这个女婴就是他们两个的女儿 所以这些发现让我们 包括人类的眼镜中 还有整个文明的形成眼镜中 女性的这个作用 会有一个新的思考 可能超出了以前的这样的 妇妻社会母妻社会 这样的一种类比吧 好 谢谢 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新加坡海域打捞出 再有中国瓷器的古城船 考古学家在新加坡东部海域 打捞出两艘 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船 城船上不仅发现了 大量日常使用的盘碗罐子 还发现了精美的龙泉窑青瓷 和元代莲花牡丹纹青花瓷的残片 经过研究 这些瓷器属于中国原青花 距今约有六百多年历史 城船的发现 为研究古代中国航运史 中国瓷器发展等诸多领域 提供了新材料 李老师 您如何来评价这条新闻 背后的价值和意义 再一次证明 海上丝绸之路之繁荣之重要 也再一次证明我们中国 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地位 在海运上特别重要的是瓷器 新加坡这个发现它有两条船 早期的一条船大概相当于元代 像我们获得了目前为止 最重要的最丰富的 珍贵的元代的青花瓷的这样的资料 所以这个发现是非常的重要 这项发现证明我们中国对世界 对周边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现在在推行的一带一路 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传承 所以这项发现也表明考古工作 不仅仅是一项学术工作 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 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下和未来 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下一条是 阿富汗文物保护受到世界关注 阿富汗精美的文物 是地区文明交流的使者 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珍贵遗产 然而自上世纪以来 这些文物就频遭战火威胁 2021年8月 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 使得全世界更加密切地关注 这些文物的命运 为保护文物安全 自2006年起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的文物 就开启了长达15年的全球巡展 中国文博机构从2017年3月起 就开始接力守护阿富汗文物 并于2020年2月安全送返阿富汗 今年11月23日 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签署49周年之际 故宫博物院特邀21位 国内外知名学者 发出关于共同推动保护 阿富汗文化遗产的倡议书 携手呼吁阿富汗加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 守护世界重要文化遗产 令人惊喜的是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 于今年11月27日 重新向公众开放 馆内所收藏的文物 无一丢失已 这条新闻的背后 对于推动整个世界的文化保护 您认为会起到怎样的积极的意义呢 历史文化遗产 不管出在哪个国家 不管出自哪个时段 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 物质文化财富 让我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有一个好的保护保存和传承的环境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是中国考古学的百年 我们面临着一个 中国考古学的新百年 我想新百年 中国考古学 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就是走出去更多的 了解世界文明 为我们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做出考古人的贡献 好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 让我们对2021年度 国际十大考古新闻 有了全新的认识 再次感谢 谢谢您 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十大考古新闻评选 是一个契机 目的是让大家共同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 关注我们的根和魂 从养韶村的考古学开端 到数不清的考古发现 一百年来 中国考古人用首产 剥去历史尘埃 让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重现 这其中的每一步 都铭刻着考古人的 碧露蓝绿与青灯黄卷 一百年是一个节点 更是一个开端 让我们携起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